各位朋友好 我姓徐 住在费城 现在通过这个频道 跟大家聊一些 在美国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 第一次发 就是请大家能够支持一下 能够点阅一下 会有留言 有什么题 内容 需要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 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美国二十多年了 有些事情还是了解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 聊一下就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对于很多华人来讲 说我该投票给谁 尤其这一两年的选举 好像是对立情况比 还是比较大的 比原来大了很多 所以造成很多的时候 就造成朋友之间 包括教会之间 很多的教友也说 该投票给谁 甚至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我的答案很简单 假如说你也是从中国大陆来 尤其是 你抱着实现美国梦 靠自己的努力 你认为自己是靠自己的努力 去在美国实现这一切新的生活的话 我建议你应该投票给共和党 因为我常常也跟朋友们说 知其人要知其所以人 我们为什么冒这么大代价 不能说是背井立香 跨了这么大的海平洋 到了美国来 就是寻求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 而这个生活方式是在中国大陆 很多国家是不能够拥有的 所以说我珍惜这样的改变 所以我认为应该投票给共和党 另外你可以跟我有不同想法 这都没有关系的 我给你分析一下 首先说美国的国家 是建立在清教徒的信仰上的 我们不能说美国是个 正教合一的国家 美国是正教分离的国家 但是美国的整个的国家的信仰的基石 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说每一年从数据上表明 保守的基督徒 至少有75%以上的人 都是投票给共和党的 因为共和党首先它是主张 这个是保守 注重家庭的生活 然后主张小政府 让政府不要过多的干涉老百姓的生活 让老百姓按照自己的努力 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是不要政府尽量少的介入百姓的生活 这样的情形 那总的来讲是注重家庭的这个家庭生活的 包括这个共和党 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 是适合在美国的华人的追求的目标的 在这一点我相信很多华人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美国的人口上来讲呢 基督教的人口在基本上是 我说犯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包括东正教 包括天主教 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新教基督教 基本上在美国人口的自称自己是75%到80%以上的 那在这个里面又包括很多的所谓的自由的基督徒 所以就他们对很多的教义呢 并不是很完全特别认真的 所以世俗化的很多基督徒呢 他们是民主党的 那真正注重家庭的这个原则 家庭生活的社会保守理念的 是每年投票的时候 大部分是投给共和党的 这样情形的 那共和党代表的一种更保守的一种生活理念 注重家庭观念 孩子教育 自我的这个 努力 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这样情形的 所以说美国投票 每年投票选举都是这样情形 那另外呢 总的来讲 那个民主党的基本上来说 是由无神论者 还有少数的自由派的基督徒 还甚至包括很多的 这个穆斯林呢 他们都是站在这个 包括这个变性人 所谓的这个LGBT大部分的主体 都是在这个民主党这一块 所以我就想问我一个华人朋友 你让你希望你的孩子 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你实际上你自己就已经明白了 所以从这个总的观念来讲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想聊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 在堕胎的问题上 在这个堕胎问题上 也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歧 对于共和党的这个选民来说呢 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给的 都是神圣的 都是神圣的 是应当要 所以说他反对堕胎的 他反对堕胎的 那在民主党来讲 对他们来讲 这不就是生命 只要不生出来就不是生命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从这个堕胎的观点上来讲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因为在中国一直 这个计划生意 真的无故地杀了多少的人 真的是 真的是求生怜悯 中国的国家 真的是每年 中国的妇女也好 一起一起堕胎 都不把她当作生命 其实到了美国以后 我们才发现生命是何等的重要 每一个在孩子的母妇里面 她都是有呼吸 有心跳的 你怎么界定从哪里开始 没有呢 刚从受精卵那一段时间 还到什么时候 所以说这个观点 我是指使的 人生命是非常尊贵的 不像民主党来讲 就像主张堕胎 而且这几年更过分 甚至只要是这个 甚至刚生出来都可以杀死的 这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的 美国这几年变化的也是非常快 这堕胎方面来讲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 你觉得每个孩子 有些那些找生的婴儿 如果按照很多 现在民主党的做法的话 他们就应该被堕胎掉 真的是 这是让人不可想象的 是比较残忍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问题 是在枪支问题 很多国内的朋友呢 包括刚到美国的华人朋友 你说在这个枪支问题上 是怎么想法呢 那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在枪支问题上呢 基督徒呢 我们是主张拥有枪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说到这些都离不开基督徒 是离不开圣经的 圣经上的上帝跟他的百姓 摩西的百姓立了约 其中的第六条 实践里面第六条 我们不可留无故人的血 这个当然这个也是说 跟刚才说的堕胎问题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 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神 上帝是给的是神圣的 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夺去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生命是首先应该得到保护 如果我们人自己的生命都得不到保护的话 我们只能够保护我的家人 我的邻居 我们的朋友呢 对不对 就是拥有枪 是上帝给很多的上帝给我们的权力保护自己 当然我们不会杀害别人 但是首先要有权力 有能力保护自己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人们的在这个当枪支呢 是当我们拥有枪支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真的觉得 就是说尤其是守法的公民 手里有了枪支以后 真的这些歹徒 那些无良者呢 就没有办法对你进行这个威胁 抢劫你的东西 你看这几天 美国这段时间 这个到处的这个所谓的黑命贵的这个问题 造成的打砸抢 我当时就说 如果这些商家 当然不是说大的企业 就是自我的那小的商家 如果大家手里都有枪的话 当然有些社区后来是发现了问题以后 全部自己配枪 以至于这个社区就没有受到的这个打砸抢 这样的问题 那假如商家都有的话 这种抢劫是很难 你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 枪支问题也是这样 另外呢 美国宪法也确实保护呢 这个如果政府 腐败 独裁到一定程度的话 宪法里面规定老百姓 是可以用枪来推翻这个独裁的政府的 所以这跟我们从中国大陆来 是完全想象不通的 说如果你不愿意 你的这个家庭受到抢劫的话 我认为你应该有一把枪 当然在民主党的州呢 它是控制的比较严 实际上对百姓是不好的 所以匪徒呢就比较猖獗 比较猖獗 你就看这次的这个 你就看这次这个美国的黑命贵 引起的这个骚乱 你就发现没有 基本上出现问题骚乱的 都是民主党的州长 民主党的市长 民主党的检察长 这样的三个三位的这个 三个不同的官员的话 都是民主党的话 你几乎毫无例外的发现 都是这次暴露的这个动乱发生的 这个主要城市 明尼亚普利斯啊 旧金山啊洛杉矶啊 包括甚至纽约啊 全部毫无例外 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们限制百姓用枪 但是呢 他又没有办法控制暴徒的 这样的作为 又不支持警察 所以呢 导致这样暴徒就 越来越泛滥啊 真的是 你看在共和党 但多数的州市长 尤其是这个检察 总检察长都是共和党 基本上这次就没有发生大的暴乱 老百姓可以是安居乐业的 所以这样一说的话 我就知道你应该 你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州 你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州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在治安 我们自然也聊到 这次治安的问题 那在治安上我们就发现 你会发现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原来是在加州住的 我在加州住了差不多 16年17年 那现在在宾州住 宾州属于摇摆州了 但总的来讲 至少还比纽约州 比这个加州好 我们保守很多 你就会发现 你在民主党住的州 几乎治安都不好 治安都不好的 尤其在加州现在 基本上他们通过一个 所谓的法律 为了限制警察 削减经费 就说一个小偷 或者一个惯犯 或怎么样 他偷你的东西 如果这个价值 在1000块以下的话 警察都不立案的 你报了警 警察都不立案 所以已经造成很多的 尤其在加州 这个社会治安 是急剧的恶化 然后呢 流浪和吸毒的各个方面 都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 加州那么美好的州 就所谓的金色的之州 Golden State 现在都没有办法 生活很多人 都慢慢的逃离加州 纽约州也是这样 就是同样的情况 几乎治安是很糟糕的 那你假如你生活的这些州 你觉得跟你生活 希望方便 你又支持民主党 这样的情况 你就会发现 你的治安的环境 会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的 是这样的情形 从经济上来 角度上 我刚来美国听到很多 华人朋友就说 民主党是照顾老百姓福利的 共和党是支持他老板的 恰恰相反 实际上你发现有没有 现在很多大的企业 很多老板 都是民主党的 所以说仅仅中说 共和党是支持企业主的 这个民主党是支持 这个老百姓的 这句话 根本站不住脚 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观点 或者你本身是有这样观点的人 我现在你重新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 这是两个不同的理念的问题 共和党它主张是小政府 激发百姓之间的 百姓的积极性 就是让你自己的努力 你达到你什么样的程度 让政府不要过多的限制 你说你发现在共和党的州 尤其是共和党的总统的话 都是强调减税 强调减税 企业也减税 个人也减税 然后让你有更多的钱 去支配 你这个钱花到什么地方去 企业把原因 把钱投资到新的投资上面去 经济的发展 这样方法 更多的人就业问题 能够得到帮助 所以说美国 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经济 才让它美国成为 全世界这么发达 强大的国家 说句实在话 也正因为是这个原因 我们很多华人来到了美国 对 假如中国跟美国一样的话 也是极权一党国家 什么都国家管 深海的共产党管的话 你还会来美国吗 你不会来的嘛 所以说我当时跟在教会里面 跟朋友说 跟周围朋友说 要来美国 你要知其然 更是要知背后的所以然嘛 当你明白以后 你就会这个 知道你应该 选什么样的党派 那另外一个民主党 它是主张大政府的 我们听起来好像为了好福利 我们听起来好像观点是不错的 但民主党忘记了一个问题 尤其很多极左的民主党 它是有一种乌托邦的思想 它认为 广尔告知给大家很多的福利 但是你要记住 有些福利是在欧洲 北欧一些国家是适合的 因为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它是社会的累积的资金 是非常浅 非常丰富的是可以做到的 在美国这么样的国家 三亿多将近 三亿再往四亿上人走的路上 你这样是不可以的 因为会养懒人 所以你就看在纽约 在洛杉矶 在旧金山 芝加哥 底特律 所有这些民主党当政的 这些州或者大的城市 几乎年年赤字 而且会养 他们会得到选票 就大肆说给很多人 给很多福利 你给了很多福利以后 你把这个钱 羊猫出在谁的身上呢 羊猫就生 老百姓叫税长 说你越上班的人 你的税会越重 你这企业 企业呢 你的企业被收的税也多 就导致很多企业呢 就离开这些大的都市 到郊区去 或者甚至搬到外州去 以至于你一个企业搬州以后 就有很多的人呢 会怎么会失业 就造成恶性循环 这样的话 就民主党又是 想办法又加税 这样的话 就不断造成企业外流 你看现在去芝加哥 你再去这个所谓的底特律 尤其现在很多 费城当时也是 曾经非常荣华的一个地方 现在就是因为 因为加税多 造成很多企业的外流 就造成了 而且在民主党当政 这些国的这个州呢 治安都不好的 大家刚前面我都说过 因为你企业都离开以后 没有 你把那企业逼走了 就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 而这些失业的人口 又去去领救济 有些人就习惯领了救济以后呢 他就 就依赖于救济 以至于不想去找工作 他把自己水平降到非常低 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 这个社会问题 你像芝加哥 底特律 包括费城 包括巴尔地摩 包括洛杉矶 包括现在很好 这个旧金山的城市 现在都被民主党的 搞得是一塌糊涂 到处都是无业流民 在费 我住在费城 费城郊区了 我当然了 在费城好几个黑人所住的区 我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思 那个区基本上就是黑人住的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枪击案的 而且这个政府呢 这个民主党政府呢 限制老百姓持枪 以至于造成坏人 你限制他 那些犯法的人 你限制他持枪 你也限制不了 说你把好的百姓 他双手辅助 没有办法自卫 坏人呢 他又这样弄 而且是 现在很多罪了 又不加以警察 那很多警察现在执法 有难度很大 尤其现在黑命贵状况 让警察执法非常难 稍一中 你就面临种族歧视 你不中 你不做的话 你的社会治安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发现 实际上很多华人 我跟你提醒一下 你是喜欢住在这样的黑人区呢 还是你喜欢住在郊区呢 对不对 基本上郊区现在很多都是这个什么呢 都是共和党的拥物者 住的地方 当然有片面了 也不见得了 所以说呢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从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的话 我假如说你要是来美国 生儿育女 有你的美国梦 有生活安定 不受任何的 我是真的是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样 是 我刚来美国 也是感觉到好像 好像民主党对我们亚洲移民 好像恰恰相反的 恰恰相反 他通过这样无脑的这样的方式运作呢 你让你会发现 所有民主党的州的财务赤字都非常大 他为了补缺这个赤字呢 就不断的要发税 这样征税 越征税导致很多的企业负担越重 以至于不同的 他们没办法就跑到外州去 前段是特斯拉 在中加州也是威胁 说你再这样的话 我就要把这个公司呢 特斯拉公司搬到这个克罗拉高去 或者亚利桑那去 这是个趋势呢 这是个趋势 所以说我的朋友 我现在分享的是比较算范而谈了 不是那么很细的 不是很调理的 但是基本上 就是按照我观察来讲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在美国有传统观念 愿意有家庭观念 让你孩子上学 说到就业上学也是这样 民主党呢 为了保持他们所谓的公平 他们推出所谓的平权法案 给每个学校 甚至给一个大的企业的就业都规定 一定要要有几个黑人 一定要有几个白人 按比例来的 但是你想想看 这样是不公平 好像表面上好像很公平 实际上限制了创造力 而且造成新的不公平 华人的孩子学习都很优秀的 但是你这样每个学校 限制必须收 只能收一定的华人的话 换句话 华人要比普通 人要收起更多的努力 才能达到 就像用考分的比数 就说华人你要达到 比如说我们随便说 两千分才能进入某个学校 那黑人只要达到一千分 甚至九百多分 或者说我只是黑人 我黑命贵 黑命贵 我就可以上大学 这种可笑的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说为了你的孩子 我都认为你不应该投民主党的票 应该投共和党的票 而且最近呢 最近的美国的天主教 我的新教 那美国天主教的大主教呢 他的地位也相当于 就是说是美国 在天主教来讲 他是最高的一个这样的苏米主教了 他就说要支持特朗普总统 为什么呢 这是一场非常大的生 对于美国来讲是生与死的征战 所以说你听到我这个信息以后呢 我鼓励你呢 投票投给这个共和党 为了你来美国的目的 不要忘了你来美国 目的是为什么的 是为了有个更好的家乡 为了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为了更好的逃一 至少离开像中国那样 共产党什么都管了 这样过来 信息也管 什么也管 而且民主党 另外还说一下 民主党是很主张调查个人的信息的 所以我这样的话 我请大家 就是说11月份选举又要快到了 我会下面会录不续一分 这个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些情况 这是我认为的 如果你是在美国 愿意按照的努力 你的成果不被别人请走的话 你呢按照你的 你应该是投选共和党的 刚才差点又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社会福利 实际上社会福利并不是共和党 不支持社会福利 共和党是支持社会福利的 从社会福利的 这叫来讲 社会 共和党是主张 把社会福利 这一个权限呢 不要放在联邦 甚至都不要放在州 是在更在底下 因为越底下的 这个每个城市是不一样的 让他们知道是哪些人 需要得到具体照顾 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层面 来统一分排这个资源 因为这个有些人会越来越多 有些人会越来越少 反而是不公平 所以说这个是鼓励大家 能够这样的话 分享的 我今天并不是非常有逻辑的 就大致像跟你聊天一样 跟你说一下这样的情况 就请你能够 我希望能够你重新考虑 如果你是民主党的话 能够请你重新考虑一下 如果你是共和党的话 也不要闲得住 把这个视频能够放一下 转一下 跟朋友聊天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 应该在11月份 选什么样的总统 选什么样的团队 来管理美国这个国家 好 今天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话 就请你了底下留言 也可以订阅一下 我们会常常有很多的 或者你会推荐一下 有什么样的主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在费城姓许 叫徐英杰 好 上帝祝福你 好